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透露 将在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日 发表一项新的声明 将安倍内阁对国家未来的思路记录在案 包括概括承认日本过去为二战所发表过的言论 安倍上午到本周中部三重线的一世神功参拜 祈求新的一年国民平安 他过后在新年的首个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过去70年朝和平道路迈进 未来还将继续为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些期许都将写入他的新宣言里 安倍也承诺将全面继承包括1995年村山谈话在内 历代内阁对历史的共识 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士为二战表示道歉 日本用意分子不断要求撤销村山谈话 安倍的最新承诺预料有助安抚民国的情绪